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那没个帮自己的人还真不行 就连古代的那些王侯江湘们 都是皇帝落儿的帮衬 包括现在很多成功的商人们 在起家的时候 也是需要聘请高人来指点 像任正非的华为公司 像马云的阿里巴巴企业等 都聚拢了大量的实干型人才 没有这些高科技人才的帮衬 这些公司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刘备当年发架 不就是受到很多忠心之人的帮助吗 武将之中有五虎上将 而文臣之中则以诸葛亮为主 但是刘备还是有一个巨大的失误 虽然自己三贡茅庐请出了诸葛亮 但是确实错失了一个绝世高人 这个被刘备错失的高人到底是谁 这个高人又有何高明之处 为了抵抗觊觎南方的魏国 吴国和蜀国都想尽了办法 最后还联手抵抗曹操 想要成功抵挡住曹操的攻打 就需要那些顶尖的谋士 将弱势逐渐扭转成强势 在这两个国家之中聚集了大量的人才 其中蜀国的人才知名度最高 谁都知道刘璇德刚开始去 并请了徐树当自己的军师 在徐树被聘请到刘备这里的时候 他积极地为刘备谋划未来 本来徐树的就是刘备的最终军师了 但是因为曹操这个家伙从中作梗 坏了刘备的好梦 当然朋友们也知道 在徐树离开刘备的最后一刻 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徐树也非常不想离开刘备 但迫于曹操的阴慰 所以在走的时候 向刘备推荐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诸葛亮 可是诸葛亮不是被刘备请到了自己的阵营了吗 难道诸葛亮也算是被错过的高级人才 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了请诸葛亮这个人 刘备却失去了另一位高人 可是他还不得知 完全不知情 刘备当时求贤若渴 他是想请到人才的 因为当时的刘备正在创业的开始阶段 而这位被刘备忽视错失的人才 名叫崔周平 是个小人物 但却非常神秘 说起这个人 很多朋友对其并不熟悉 因为这个人不管是在书籍还是在电视上 都没有太多出现过 所以 崔周平在三国之中 名气并不是很大 当然 名气大不一定能有真才实学 而名气小的人 也不一定就是平庸之辈 崔周平就是这样一个名气不大 但本是惊人的高手 但是崔周平却并没有太大的志向 与诸葛亮一样 只想一辈子前身山野 所以 崔周平这个人并无气吞山河之志 或者说他可能也在刻意鄙视 在诸葛亮出山之前 诸葛亮有几个知己好友 他们都有很高的才华 但是这些人却不喜欢参合到外界的争斗中去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混战 诸侯歌剧 世道不平 在刘备费尽心机想请诸葛亮出事辅佐自己之时 就错失了崔周平 两人虽然不认识 但是崔周平还和刘备交谈了起来 可二人相谈不悦 都这样了 刘玄德自然不会请他 刘备肯定是想到能顺应自己心意 帮着自己做事的实干之人 而崔周平还没开始就抵触自己想法 很多人认为 崔周平并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能力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 崔周平比诸葛亮强很多 对于这一点争论 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定数 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在刘备与崔周平攀谈之际 崔周平和刘备之间逐渐熟络起来 在得知了刘备的意想和志气之后 崔周平却对刘备的做法并不感冒 反而还似有泼冷水的嫌疑 崔周平当时不是刘备的军事 也不是刘备的敌人 更不认识 可泼冷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个崔先生认为 刘备的雄徒大志 听起来虽好 但是做起来却不可能成功 刘备听到崔周平的说法 很是疑惑 但崔周平也并未着急 只是不慌不忙地解释起来 崔周平说 大汉王朝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了 现在大汉王朝气数已尽 既然气数已尽 这就是天使强行想为大汉王朝去续命 那这就是在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 不顺应时事 与历史的车轮逆下而行的话 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轻则会使自己的毕生经历白费 无法创造万事几眼 重则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发展 崔周平当时所说 刘备根本没有听进去 他当时被自己的想法给冲昏了头脑 而且因为崔周平给自己泼的这盆冷水 他自然而然会让刘备嫌弃 如果崔周平的说法刘宣德听从了 刘备很有可能会放弃大汉朝 自立为王 不过那很有可能会成就一番更为长久的基业 当然刘备也有可能直接放弃自己的梦想 事实上在三国鼎立的时期 蜀国的国力最差减 刘备本就是一介平民 虽然长期有皇叔的名头 但是却穷得真切 创业的时候还是用张飞的家产来挥霍的 群雄并级之中 只有刘备一人是想维护汉朝的统治 最后自己确实做了皇位 但是自己也是被群臣所逼得无奈之举 如果真说崔周平这个人不行 没本事的话 那又何来崔周平的那番言语 能在乱世的时候 从那么多杂乱无章的信息中 看清局势 那说明自己差也差不到哪去 如果一开始 连自己要为谁努力 为哪个朝代奉献精力都看不清楚 选错道路的话 自己肯定也不会成功 刘备的蜀国最终不就是被北方的政权给灭亡了 人才是创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刘备却曾阴差阳错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就是因为没有崔周平的辅佐 如果当时就听崔周平的话 那可能后来都不会有曹操和司马懿啥事了 不过也没办法 毕竟历史的大朝如此 世界上也没有如果二字